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变种人 天奇的超能力到底有多强 他自封为神 统治着世间的一切 但没人见过他的真身 因为每当他的身体快衰老死亡的时候 他的天奇寺其实就会帮他寻找新的身体 这次他们找到一个拥有超强愈合能力的变种人 天奇每次更换身体都会将意识转移到新的身体 而且他之前的所有能力也会一同转移 并且这些能力是可以无限叠加的 金字塔的符文在阳光的照射下被接火 随着金色液体的不断蠕动 天奇的意识开始向新的身体转移 就在这时 长期被压迫的人类趁机起义 他们垂断木桩 一块巨石顺着坑道迅速滑下 密室里面的起义均立刻关闭大门 自其是纷纷各展神通保护天奇 人类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巨石砸断了沉重墙 金字塔开始崩趴 几名骑士纷纷被乱尸撒死 只剩最后一个骑士在临死之际 仍然用天残风给天奇伤了一层保护他 最终他们被深埋在了废墟之下 很快几千年过去 一群天奇的信徒找到了金字塔的遗址 这时阳光顺着洞口罩了进来 金字塔的浮温再次被接过 沉睡了千年的天奇苏醒 当他来到大街上后 发现世界已然大变样了 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 突然他被一个女人吸引了目光 只见女人白眼一番 然后周围就刮起了一阵风 趁热中脱了商贩的钱就好 他就是能控制天奇的爆风 这时他被一群商贩围住 天奇看着高贵的变种人 竟然被普通人欺负 决定给这些人类一点教训 只见他小手一挥 身后三人直接分头行动 然后白眼一番 商贩竟然被溶进了墙壁里 接着爆风女将天奇带回自己的库处 天奇想知道如今的世界是谁同志 而语言不通根本无法交流 只见他用手触摸电视 通过电视信号连接卫星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就得到他想知道的所有信息 同时他发现 这个世界已经掌握在 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强国之中 曾经如蝼蚁般的人类 竟然爬到变种人头上 这无疑是对他的背叛 他决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帝国 而第一步就是赵吉星的四骑士 只见他摸着爆风女的下巴 然后白眼一番 爆风女感觉一股强大能量之冲头顶 这也是天奇的超能力之一 能够大幅低伸变种人的能力 随后天奇找到了第二个变种人 是能将念力化为各种武器的灵蝶 天奇再次白眼一番 灵蝶的念力瞬间被强化了数倍 接着灵蝶带着天奇找到了天使 但天使的翅膀在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 已经无法战斗 天奇却没有抛弃他 二话不说直接上白眼 在一阵痛苦的蜕变着 他的身体脱胎患步 残破的羽毛翅膀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充满力量的金属翅膀 不但杀伤力暴增 更是直接给他换了一套传说皮肤 而最后压着登场的气势 便是我们的场面人万慈王 但此刻的老万蛮颜只有悲伤和仇恨 他要杀光眼前这些工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觉醒后的万慈王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天奇激发了他的超能力后 他可以愿意操控地球的磁场 甚至连地球深处的金属都能被他控制 只要他想 毁灭地球也仅在他一念之间 下一秒 周围的建筑物在他的能力下纷纷化为粉末 论场面 万慈王是永远的神 然而这份强大的力量也同样是他的诅咒 原本老万过着银性埋名的幸福生活 拥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但这天工厂的熔炉突然断裂 为了救人 他使用了超能力 没得到感谢不说还被工友举报 为了保护妻子跟女儿 老万甘愿被捕 但他的女儿也是变种人 女儿不想父亲被带走 于是召唤来一群鸟类对士兵发起攻击 慌乱中一个士兵松开了手中的弓箭 母女二人被当场射杀 老万抱着妻女的尸体悲痛欲绝 彻底黑化的老万拿出女儿的项链 痛 太痛了 被仇恨蒙蔽的老万来到了炼铁厂 准备杀掉这些举报他的工友们 就在这时 天奇几人传送了过来 得知老万想杀这些人 天奇直接老规矩白眼一番 这些工人全都入土为安 随后天奇将老万带到 当年他父母被杀害的那最激动营 在天奇的诱导下 老万想起了小时候父母被杀 现在的妻女又再次被害 这让老万的内心彻底黑化 此刻的他只有毁灭 而这正是天奇所需要的 另一边 模型女找到了教授 把老万妻女被杀的消息告诉了他 教授很担心他的情况 于是来到学院内部的密室 带上脑波增强气寻找老万的位置 全世界的人类跟变种人他都能感应到 找到老万后 教授感受到了他心中的悲痛 努力劝说老万回来 但此刻老万的内心已经被仇恨填满 他只想为妻女报仇 就在两人对话时 一旁的天奇感受到了教授的存在 只见他白眼一番 瞬间入侵了教授的大脑 教授经过天奇的强化后 是控制了所有看守核武器的士兵 所有的核武器在同一时间全部发射升空 人类没有了核武器 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威胁到他 很快 全世界的核武器都被丢入太空 这时教授终于恢复了一点神智 他让冲击波赶紧摧毁脑增强势 冲击波火力全开 胸口手上同时发射激光 最终成功摧毁了一机 并打断了天奇的控制 可当他们刚刚退出密室 天奇几人就直接传送了过来 教授被他们抓走 冲击波想救教授发动了攻击 主要却击中了后面的邮箱 边看所有人都陷入爆炸的危险当中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自带逼之用的量在出现了 接下来就是快银的表演时间 快银的超能力是超音速移动 他是地球上最快的男人 这可能也是他没有女朋友的原因 在这十万火急的危机关头 甚至还抽空给人做个造型 教室里正在上课的也全部救走 刚救走女孩子 转头就回来喝她的饮料 毕竟不能浪费 在快银的帮助下 除了离爆炸点最近的冲击波 学院里的所有变种人都被救了出来 另一边 天启威胁教授向所有人传达一条讯息 一个新的纪元即将到来 他会摧毁人类的一切 地球应该由强大的变种人统治 可天启没想到 教授偷偷给秦发了一条隐藏信息 告诉秦他们在开罗 此时秦正在营救营学院爆炸被使随客上校 抓起来的模型女挤人 无意间释放了被改造成杀戮机器的狼叔 没想到立转未来后 狼叔依旧没有逃过被改造的下场 他一出来就大杀四方 解决了所有士兵后 狼叔跑进树林消失了 秦也成功救出了模型女他们 而接下来就是天启和X战警的终极对决 天启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变种人 他的超能力无疑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只见他白眼一番 整个城市里的一切就开始土崩瓦解 化作屡屡黄沙 接着这些黄沙再次重聚 组成了一座气势辉红的金字塔 处立在城市的中心 随后又用沙子给老万做了一个头盔 接着老万开始释放他的超能力 他开始感受埋藏在地里深处的金属 海底深处的残骸慢慢升起 海边的集装箱全部飘到空中 老演员再次遭殃 悉尼歌剧院也瞬间瓦解 由金属搭建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 用不了多久 人类的所有文明都将毁于一旦 天启把教授带到金字塔内 而他早就延传教授精神控制的能力 他打算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教授的体内 拥有了教授的能力 他就可以轻易控制所有人类 无非吹灰之力地统治地球 很快请几人也赶到这里 眼前的大场面让他们惊叹不已 请用一面查看到天启阵准备转移意识 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快迎带着魔形女 在这金属来到老万面前 这磁场就跟弹簧一样根本无法进入 这时魔形女开始打感情牌 劝她放下仇恨 而另一边 暴风女闪亮登场 她使出暴风将车子砸向众人 雷射也发射激光将其打退 野兽趁机把车子丢了回去 就在这时 灵蝶帅气出场 她只会暴风与释放闪电 但他们分开尽情独一激步 金字塔里天启的转移意识已经开始 金色符文验证文路朝着两人汇聚 夜行者潜入金字塔营救教授 但里面跟迷宫一样让她半天找不到位置 还遭到了天使的阻拦 还好她利用钢筋成功甩掉了天使 此时天启的意识已经开始入侵教授的身体 教授不断挣扎 头发都掉完了 她的意识也逐渐被占据 危急时刻 夜行者及时出现 她除了没能带走教授的头发以外 安全地将她救回飞船 转移被中断的天启瞬间暴露 她立即追了出来 却被史上最快的男人缠住 快银利用超音速把天启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天启还是极高一筹 她白眼一番 用沙子困住了快银的脚 然后打断了她的腿 这时灵蝶走了过来 她趁机偷袭天启 但天启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 灵蝶原来是魔形女所变 接着天启用魔形女威胁教授现身 眼看魔形女就要被捏死 教授突然想到了办法 虽然转移失败了 但她跟天启的精神世界依然连接在一起 教授进入了天启的脑海中 然而她低估了天启的精神力量 教授在她面前显得格外弱小 就在天启准备抓走教授时 两根大钢筋拦住了她 迷途之反的老万对天启发起了攻击 老万控制钢铁一顿输出 接着雷射眼也加入战场 但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她分毫 而教授这边也同样被虐得毫无还手之力 似乎一切已成定局 就在这时 请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钟情眼神坚定脚踏虚空 教授告诉她权益释放你的力量 请化身为凤凰 无权无尽的力量涌向天启 她的精神世界瞬间被轰尘碎片 肉身也完全抵挡不住情的攻击 老万趁机捕刀 雷射眼也发起了进攻 见识不妙的天启向传送逃走 不亮暴风也背叛了她 传送被打断 最后再琴的恐怖力量响 天启彻彻归飞湮灭 灵蝶选择默默离去 霸占过后 情人老万重建了变种人血运 只不过由于对待人类的看法不同 老万和教授再次分道扬镳 新一代的爱战警正式成立 而他们的训练对手就是少兵机器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